盘点火影中查克拉量最多的忍者 查克拉是忍者使用忍术的基本 没有查克拉就连体术也练不了 哪怕是纯体术忍者平时也是修炼积攒查克拉 改变了30年的查克拉让半夜都忍不住惊叹 这种查克拉量我认可你 下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 火影中查克拉量最多的忍者 首先第一位牵手朱坚 朱坚的查克拉量是公认的庞大 继承了来自先祖阿修罗的先人体以及木顿血迹献剂 人死了就连细胞都还能成为后世忍者外挂的本 另外铸坚还会先术 能够吸收自然界中的先术查克拉 强强联合 先人模式下铸坚能造出千米之高的千手大火 打爆完全体虚左轮骨 单手捏九尾 第四次忍戒大战看见明人将九尾查克拉分给战场上的所有人知识 铸坚对明人的夸赞就是他的查克拉量和自己的不相上下 而这是明人本身和九尾查克拉的走断 第二位明人 本身是漩涡一族后颐 体内流淌着这一族的血液 注定天生拥有庞大的查克拉 卡卡西在训练明人螺旋手里剑的时候就告诉明人 不算九尾的查克拉 明人的查克拉是他的一百倍之多 而九尾当年在六道仙人这里分查克拉的时候分到的又是最多的 当九尾把查克拉都给明人使 可想这股力量有多庞大 然而到这里还没结束 明人还掌握了先术 能够吸收自然能量转化为先术查克拉 可佐助最后的终结股大战时 九尾直接为他凝聚出了8.5只尾兽级别的先术查克拉 这个量级到底有多少个卡卡西已经算不清了 难怪刚守夸明人一个分身战力就能顶不过一封 他的分身可以再分身 第三位长门 长门来自漩涡一族 和明人一样同样天生就注定会拥有庞大的查克拉量 长门的查克拉量体现在对配恩六道的控制和双眼轮回眼之上 轮回眼即便是带土都只能承受其中一只 另外长门这个时期召唤的外道魔像还是空 所以每一次召唤都需要他自身的查克拉去驱动 没查克拉外道魔像就真只是个移动麻烦 长门也因此捕兽如柴 但也只是捕兽如柴 坐镇后方控制六道配恩行动的长门查克拉量依旧还是很庞大 六个配恩每一个都实力强大 能力诡历莫测 而支撑六个配恩战斗的查克拉全部都是长门通过小飞棒远程传送过去 进攻木叶抓九尾的时候 长门控制配恩们先是把木叶狂轰乱炸了 然后又放了超神罗天针将木叶封成一个巨大的深坑 这个坑直到多年后木叶都没法填平 之后长门继续控制配恩和名人以及妙木山一众蛤蟆战斗 到了名人九尾花爆走 长门控制配恩继续硬钢在最前面 并且还有余力凝聚地暴天星将九尾和名人封印到半空 到这里长门的查克拉依旧还没有完全耗干 最后因为受到名人阻挥 长门发动轮回天生复活了自己杀死的所有人 直到这时长门才查克拉耗尽而亡 这等查克拉量感觉仅次于九尾 第四位 漩涡水户 虽然不知道漩涡水户的实力有多巧 也没法去考证 但查克拉量方面它绝对是庞大无比 整整叠了三层霸 首先是来自漩涡一族血脉中女生聚来的庞大查克拉量 想想长门这个不过只是普通漩涡族人的后卫 都能拥有控制六个配恩战斗的查克拉量 作为能嫁给火影驻间的漩涡之女 水户的天赋和身份肯定都要远超长门 所以查克拉量肯定比长门更多 同时漩涡水户自己还是九尾人助力 能在不经过九尾同意的情况下 强行动用九尾的查克拉 加上还掌握用来积攒查克拉的因封印 可以平时将查克拉慢慢积攒其中 所以想想就知道漩涡水户的查克拉量有多巧 第五位 九星奈 拥有漩涡一族的血脉 查克拉量必然庞大 不过九星奈显然无法控制九尾使用九尾的查克拉 所以一切都只能靠它自身的查克拉 九星奈查克拉的庞大之处体现在九尾被剥夺后 依旧还能撑到水门将九尾从面具南这里拨来 然后发动金刚封锁将其束缚 此刻九星奈还有底气拉着九尾同归于尽 这足以证明九星奈的查克拉绝对不少 第六位 水门 水门能学妙木山仙术 说明它的查克拉不会少 不过水门查克拉量庞大的体现应该是在飞雷神之术上 水门的三个护卫也会飞雷神 但三人要合力才能勉强动用一次 反观水门就是随便用 出门给九星奈买菜做饭都可以用飞雷神这种 九尾祸乱木叶当夜 水门的飞雷神就用了千百次 先是从带土手中救下明人 使用飞雷神将明人送回村中 紧接着迅速赶回救下九星奈 将九星奈送到明人身边 接着就是回到战场转移九尾尾兽予 然后又和带土大战一番 看穿带土的能力之后 飞雷神加螺旋丸将带土打败 随后瞬间飞雷神贴近带土解除了九尾的幻术 直到最后用飞雷神带着九尾飞到村外 然后又将明人和九星奈带回来 这使水门才略显疲惫 而这个状态下水门还能继续使用试鬼封镜 将九尾切成两半 被九尾扎穿之后 还能继续使用八卦封印将九尾封印进明人体 这一切足以说明水门的查克拉量绝对庞大 不然早就查克拉耗尽而亡了 贵徒转身归来后水门还开启了九尾摩饰 对水门来说缺蓝的问题从来不存在 第七位湘灵 湘灵作为漩涡一族后人 天生就拥有特殊能力体能质疑 这个能力是被动的 不管是谁只要咬上湘灵一口 就会吸收湘灵的查克拉 恢复自身的伤势 而湘灵能在草影村的人堆中活到长大 直到被大蛇丸救出 足以说明湘灵的查克拉绝对不少 固然早就不贪母亲的后尘了 只是他的一身本是全在奶上 所以很多小伙伴都会忽视湘灵 湘灵还觉醒了金刚封锁这个特殊能力 其实直接封印九尾都没有问题 第八位刚手 刚手是千手一族后人 逐渐的查克拉量都庞大无比 所以理论上刚手应该不差 不过这点确实也看不出来 但因封印的存在绝对代表着刚手的查克拉不可能会敌 三人大战的时候 刚手接连被药师兜和大蛇丸重伤兵死 然而解除因封印释放查克拉 发动创造再生 刚手瞬间就恢复好了所有伤势 逆转局面吊打大蛇丸 除此之外 刚手还跟施补灵阔鱼签约 阔鱼最大的优势就是体内拥有庞大的仙术查克拉 所以刚手的通灵术就是通灵仙术查克拉 不仅能恢复自身消耗还能给队友补充 佩恩毁灭木叶的时候 就是刚手释放大量的阔鱼才保住木叶绝大部分人者 不然神罗天真将这些人都轰杀成灰 怎么可能还能够复活呢 第四次忍戒大战河班战斗 无影之中查克拉最多的人也是刚手 在其他影都接近游镜灯铺 是刚手在最后将所有查克拉都给了图影 一瞬间轰杀了一整片分身虚子 第九位自来也 自来也虽然出身普通 无血迹献戒无尾兽力量 但能学仙术说明自来也的查克拉量就不可能会低 自来也查克拉量的庞大之处就在于仙术之上 他可以召唤两大蛤蟆仙人为自己发动仙人模式 这并非自来也的仙人模式不完美无法自己发动 而是妙木山仙人模式的特点就是如此 通过蛤蟆仙人站在两间之处凝聚查克拉 自来也就可以秒开仙人模式 并且能够实现无限序号 所以处于仙人模式之下自来也可以不知疲倦 也正是因为如此佩恩在杀死他之后不由的感态 如果他知道佩恩六道的秘密 恐怕结果会反过来 如果自来也一开始就知道佩恩有六位 那就不可能会大意被偷袭 第十位鬼娇 鬼娇被称为无为伟兽 就在于他庞大到如同伟兽般的查克拉量 鬼娇的查克拉量体现在他的水盾忍数之上 无水之地轻松就能用出大规模水盾 轻易吊打伟兽人助力 在木叶营救我埃罗的行动中 鬼娇只是一个携带三层查克拉的向转分身 发动的水盾差点就把凯班给淹死 战斗之前这里还是一片荒漠 最后却生生变成了一个小物 鬼娇不仅自身查克拉量庞大 手中的武器交击还能强制掠夺对手的查克拉反过给他 和奇拉比战斗的时候 奇拉比的尾兽模式都被鬼娇直接吸引 如此庞大的查克拉交击都成大 但对鬼娇来说毫无痛快 随后更是直接吐出一个超级大水球 将奇拉比笼罩其中 为自己创建出了一个绝对优势的战斗人 汇水盾的忍者比比皆是 但能有鬼娇这般豪温放水量的 谁隐障美名也做不到吧 最后就是进入六道集之后的组 班以即带动 与之波加因为从六道仙人血脉这里分来的是仙人之眼血温 所以在查克拉量方面优势并不大 即使能凝聚出完全踢虚左人股 但持久力也是个问题 所以右的健康症一直没办下来 然而进入六道集之后 查克拉对于三人而言已经不再是什么约束 最弱的带土也有七只尾兽级别的查克拉量 而六道班则是八点五只尾兽 在拿回双眼轮回眼后 联军人者一方没有任何人包括名人佐助 再是他的对手 曾经长门几乎拼尽全力才能发动的地宝天心 六道班直接用来当影下 此等查克拉量有多深厚已经不言而言了 六道佐助虽然没有成为十尾人助力 但是和名人的终结股大战 他能轻易将九大尾兽封印进地宝天心之中 然后榨取尾兽查克拉 以自己的须总能呼为暂停 此时的九尾都忍不住发抖 这个查克拉量已经接近了六道老头 这是佐助人生最巅峰的时刻 此刻的佐助已经超越了半 可惜的是这招只是佐助最后的最长 名人打败他后尾兽获得自由 佐助便在没机会可以动用尾兽查克拉 再加上可能是因为轮回也不是他自己开启的用 没法关闭只能用刘海遮住 如今的佐助活成了雀兰卡卡戏 体会到了当年血轮严卡卡戏的心酸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是永代妹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